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初郑天亮并不同意 因为不想找同行 两人还疏远过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期间 鲁剑一直坚持着内心的喜欢 最后郑天亮终于被感动答应与鲁剑在一起 并且在相恋了三年之后 两人成功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可以说两个人是相识于工作 相知于工作 并且相恋于工作了 而郑天亮也是有着央视最美女主播的称号 虽说郑天亮不是那种立眼惊艳的颜值 但是却很爱看 看着却不由让人想起酌青莲不要的诗句 而鲁剑也是一个大西北的小伙子 老师又上进两个人的结合 也是十分相配的 在工作中 郑天亮严肃 鲁剑轻松生活中 鲁剑很随意 郑天亮则是井井有条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两人都十分相配 如今两人结婚也有十四个年头了 并且预有一对儿女 直到两人参加了一个节目这段低调的爱情 才被人们所知道 现在两人的幸福 也已是央视中的一段佳话